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不給捶走以後 但這個線並沒有被斷掉 喀莎跟過來 OLEQ起了兩個人 NL上來這個Q技能 所以說他是防刺客跟Poke角 哇 這個傷害 這傷害有點誇張 喀莎這邊抓到了史丹蒂過來 想要靠近巴龍池一波蹲點 在這邊炸到了三個人 傷害很高 Toys給了一個有機尖叫 喀莎這邊也要倒下了 HKE全面反擊 Stake還沒有變大 第一次把要準備變大的NAR 給炸飛起來以後 Reason趕到換位 Stake變大這邊 應該是沒有辦法移打多 跳走以後 反身想要把對方給推走 但中了一個地刺 MAPLE這邊只能看著Stake被夾擊 HKE在自己的紅區打出了一波 有閃電量的眼睛 這波應該準備要來投巴龍 最後這邊Toys給咬掉以後 KASA已經進場回不去 血量很低的HKE 順利在巴龍池裡面擊殺掉了KASA 而且丁特在上面 盯準的MAPLE 把MAPLE給驅離以後 NL過來是直接被秒 SAT的這邊感覺也要倒下了 沒有辦法存活 這一波是一個 非常非常的保守跟小心的 這邊黑盾是用掉囉 有一點點危險 新駐以後Stake選擇硬騎Reason 但是直接被定在原地以後 嘉文跟上一個EQ Reason調整了自己的位置 收掉了殘血的Stake OLE是利用自己的大絕限制住了NL 跟MAPLE輸出 但兩個KARRIER還是到來 這波Toys還沒有到最後雙身 很多 這邊KASA在對方的紅區裡面 有點危險 沒想到是後面有Stake 但是反身的一個冰頭龍 然後在動住了兩個人以後 KASA殘血直接被Toys給收掉 Toys被Toro虛弱先行拉開戰場以後 NL找到一個機會輸出 電視了殘血的Stanley在開啟赤色塗路 哇 這個槍下的亡魂 是我們的OLE 直接被遠方的赤色塗路給帶走以後 閃電狼還要繼續來進攻嗎 MAPLE是以一個接近滿血的狀態 Toys這邊是沒有大絕的 選擇一個閃大 後面HK三個人也是很快的交了閃線 但是Reason這邊是 牛快來了 哇 右這邊反而是繞了後方 從右側的一個冰河龍牢 直接動住了兩個人Lift 繳了閃線以後 又想要硬貼牛這邊也是進場 但是以色拉只有五等 彈了兩下塔優就要繳閃線離開 最後是Breaker進場 掌握了對方 還在上路的關係 喔 在這邊 小葉葉跟Mountain 哇 Breaker 選擇往上閃線 再用W回身換物 喔 這一波秀了一下 Mountain看到了這個 喔 再一個W 還有換位 已經看到了這個PIN點 是PIN在了Breaker身上 西門 選擇措聲的Goss 斬掉了幻影鎖鏈 但又蹲了很久過來 Mountain也在 又是一個二打二的蹲點 但這邊多了一個人 是以色拉在 那上路是傳送 醜物加油的Leave這邊 綁住了Late Late要準備過門 角度展現 Mountain炸了一個大拳 把Late給炸走了以後 又在所有的隊友中間 Late看到了一個機會 下了一個大拳 哇 這個QQ到了五個人 後續的傷害夠嗎 好像不太夠 沒有想到最後是 Way Store 收掉了殘血的Breaker 原地轉轉轉 Mountain再添一個人頭 下路Sniper終於合不住了 老大哥要來做事 小葉葉拉了一下 想要逃走就直接被RD給射爆 小安選擇交了一個超時空傳送器 但是被頂回牆下 這邊Live終於到來 但是RD想收小安 並沒有辦法Live即時的一個支援 關掉了凡事漩渦 直接拿掉了RD的人頭 先拉開 小安硬炸 這邊炸了小葉葉 勾到了小葉葉 這邊應該要帥肩被秒 反正一個大絕控制了一下RD RD的飯剩下半條血 往右側拉開 這邊拿到了一顆人頭 但是勒布朗正在趕來 而且後方的塔基還沒有退掉 這邊是Late彈塔 完蛋了後面退不掉 反而要正面硬打了嗎 以色拉往前 小安躲掉了死亡宣告 西門葉說的踏步之間 秒殺了RD 而女王程度轉飛了三個人 雖然原地雷車燙掉了兩個 但是小安這邊 哇 最後是要死了嗎 西門快會回來 一個惡毒一擊 收掉了殘血的Breaker Live終於帶來 哇 不疑有她的小安還在吃兵 看到了三個人衝進來 追牆 喔 直接被中斷了超時空傳送器 釘槍 RD直接正面對打 但是 嗚 傷害好高 西門這邊上前想要來收殘血的RD 但是被用的大絕給炸走Live進場 RD的位置非常的危險 西門這個鎖鏈 往左邊是空掉了 Live被綁住以後 RD這邊是被小葉葉的大絕給敲飛起來 以色拉這邊勾到了西門 後續Live終於進場大絕 這個大絕嚇得還不錯 但是西門身上是有驚人 化解掉了大絕的傷害 而且小葉葉是坦住西門拉開 等於這火箭已經結束Live過了 了解 所以就在這火箭上也會有很多 又在這火箭上 鎖鏈的位置 不斷地 所以就在這火箭上 一火箭上 全都不斷地 那邊